宣读台湾民政府主张及立场 1.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 包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旧金山和平条约 3. 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 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的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第一节课由大山格林讲师演讲 请各位掌声欢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安安 安安 前幾天我跟一個東芯坐Taxi 客人車 那宿舊看我們重車 就開始在抱怨 抱怨說 哇 現在這樣 換一個人一樣也一樣 這也沒做 那也沒做 好 弟弟媽媽 我們這個東芯來問一句 我們把它翻好兜好嗎 結果這宿舊要嚇一跳 你會說什麼 就有照後診看我們這兩個人 到底何方神聖 翻好兜好 心臟都要丟一跳 沒有啦 我們說八行 沒有啦 台灣人都這樣 沒有啦 沒有啦 乖乖乖乖啦 不敢跟中國人 拼啦 去把價值得點點點 頂多說麻麻的這樣啦 後來又說我算紀要到什麼 後來又是一樣 又是一定人自己通知 繼續自己去福 繼續自己騙 就是這樣 台灣人就是很可能啊 但是最近一連串發生的事情 讓很多台灣人站起來 喔 原來台灣人也有一個人是這樣喔 讓你中國人買的 一個台灣人站起來喔 發生什麼事情啊 那是什麼事情 我要說這個之前 先跟你說一件事 這個概念叫做系統 系統 什麼叫做系統 系統是什麼東西 系統 就是你無關心東西 就是這個系統 系統就是在這個系統裡面的東西 只有在這個系統裡面可以用 走出去沒辦法用 那個系統 這個系統裡面 譬如說 這個系統裡面是波波波波 中文裡面的波波波波波 那個系統 來 如果有一天 外面有一個AVC 走出去之後 光顧ApplePomore 看到AVC 就怎麼樣 光了 這什麼東西 看到一個 叫做 G G就是Grate 大的 G 這什麼東西 啊 我知道啦 跟我們裡面的那個系統 G7C的G一樣 你知道嗎 因為你在那個波波波波波波 裡面的系統裡面 看到外國的自尊 人家 不知道怎麼去判讀 剛才會用你原本的 學校的東西去讀英語 來盡快做下來 只會用那個波波波波波 系統去讀英語 所以你會記得嗎 很多台灣人去讀英文課 用主音符去讀 是不是很好笑 很好笑 很好笑 他吉他不好 他只會撥撥摸 看到AVC 看到沒有了 RUAL 看到也一樣 對不對 一支系統 一支什麼 台灣人沒有幾年前 都是RUAL的 你知道嗎 你阿公阿嬤那個 爸爸媽媽那一支 是用RUAL的 那是我們的系統 所以中國人很聰明 來台灣之後 把你破壞你的系統 讓你台灣人 不能說RUAL 叫你來學北京去 對不對 他就是一次 破壞你本地的系統 讓你照他的系統裡面 他照給你管 很多人說 你台灣人很煩惱 不要說話 那是不要說話 那是走在他的系統裡面 用他的議員去講 當然也不能說話 不然你用台語跟我們煩 說用一句跟我們煩 所以他用議員 就把你這個人 靠在他的系統裡面 有中國資納裡面的系統 帶來台灣 蓋在台灣人的 頭上 有那時候開始 你把他撥撥摸 對不對 語言 姓氏 宗教 姓也是中國人的姓 放在我們台灣人的頭上 宗教也是中國的宗教 放在我們台灣頭上 他就是叫做系統 本地的事情 本地國的系統 很強的 強到什麼程度 強到什麼程度 嚇的 跟美國人打敗 結果我們戰術都沒有不對 所以美國人就要求 他就是要破壞你的系統 但是他自己不來 他叫中國人的系統 對我們來說是破壞 中國人的系統一敗 對我們來說是破壞 因為他比較落伍 他比較落後 對不對 中國的系統 本來欠的 滅亡的 對不對 就巴國聯繹 撞到密密碼碼 裡面這個系統 完蛋了 的系統 還要害的就是 這個系統 還要讓現在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幹線的系統 還要落伏 還要落伏 中華民國的系統 還要來台灣 跟我們台灣人統帝 從小就不准 你說台語 不可以說一句 就要照他的系統 照飯堂來吃 照土羅湯來吃 照康徽他做 就是這樣 他就是要寄在他的系統裡面 你怎麼講 各位 不然村子聽不懂 北京去 對 物理已經開始 開始歐 現在第二代第三代人 你怎麼不知道 但是第一代 你會經歷那種事情 那種系統 換來換去 那種系統 現在還有一個 新的系統 還有一次 就是我們台灣民進府 我們現在選佈了 台灣人為意 這是初級版 我不會說太親 我繼續講下去 我們最近 一連串的新聞 都在說什麼 我最近大概帶過 因為我們還是回到我們正常的 課程 目的就沒有台灣人 認識說 什麼才是我們真正台灣人 台灣人的經歷 我們的歷史是什麼東西 不是國民都幫你加那個系統 他一次後 他也跟另外一個系統 就是歷史的系統 叫你去背中國的歷史 對不對 那也是一個系統 把你看在他的裡面 說你的祖先從中國來 那也是一個系統 結果都不是 因為祖先從我們這裡去的 電腦牌 那就是跟我們騙 最近 一連串的事情 你有發覺嗎 中華民國的系統 一直要對付我們台灣民進府 從一開始 有那個行政院長 法務部長 官方的 立委質詢說 一定要把民進府消滅掉 結果 又說呢 雖然說 雖然說 民政府無法可管 那不是 沒有 無法可管 要聽這個 你覺得好笑 但是你知道他在說什麼東西嗎 他為什麼會這樣說 你都要知道後面的原因 他為什麼說無法可管 所以台灣民眾 就說 哪有可能沒他管 一個國家系統 哪有我們另外一個系統 還有那個 政報部隊 還有那個 發身分證 發ID 哪有可能 所以你是在中華民國裡面的系統 你看這個看不到 但是 我要說 一個簡單的道 讓我們台灣人 都清楚的了解 不是只有讓我們了解 也讓現在在中華民國的流行系統 騙人的系統 了解的事情 就是這樣 我這幾個 我都不想換他算 我們現在說這個 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在上官 有三個單位 有三個單位 立法 行政 司法 你知道嗎 跟我們一樣 三權分立 美國是三權分立 美國是三權分立 法院就是法院的系統 行政就是美國的行政系統 做事 國務院 國防部 這都是美國的系統 另外一個系統 叫做 Judiciary 立法就是 議員 美國的眾議院 參議院 立法系統 司法系統就是 判斷事情 是非對錯 都獨立三個不同系統 行政系統最大 總統也包括是一個國家的代表 所以我放在這個特殊的位置 也執行下面有不同部門 有State Department 就是國務院 國務院 有國務院的系統 Department of Defense 國防部 是國防部的系統 如果說的Department 那就是 同位階 對不對 港階 位階 國防部 跟國務院 是不是等同位階 等同位階 比比較高 總統而已 總統會開十三個 十四個部門 比如說勞工部 能源部 不同的部 對不對 國土安全部 那又是另外一個部門 那部是在911之後成立的 那也是一個部 那部是跨部會整合所有的安全系統 包括台灣 這不同的部門之間 你現在的中華民國 跟你騙 有一個中華民國 我跟你講 他真的名字 叫做Taiwan Authority 台灣自理當局 他的頂端是被AIT下命令灌的人 AIT的頂端是什麼 他這個又是罪名 他這個法案是在立法單位裡面 透過台灣關係法所制定的單位 負責有點像外包商 台灣這些收貸給你灌 時間夠了 你把他抽稅 買不到的武器 就是這樣 這算是外包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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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 剛才有這個 我以前說的 台灣民政府是什麼單位 我們那個頂端是什麼 美國國防部 美國軍政府 軍政府頂端有美國國防部 對啊 就是這個系統 我們是這個系統 他是另外一個 State Department這個系統 請問 這個系統哪有那麼多關到另外一個系統 會開的單位 有那麼多嗎 沒有 所以議家那時候給我問 我說我自己 我自己要怎麼做 你就要先往上走 走到State Department 這到國會 國會之後再提案 再建議 Department Defense 我去找台灣民進府 請你把它處理一下 你知道嗎 你如果有一個系統的概念 台灣人的頭部就不會開了 今天台灣人的頭部會開了 就是你相信 在台灣法律的地方 把你騙全補這套 你真的相信 你真的相信 中華民國護照可以出國 我以前跟記者說 你這個護照出去 刷了一下 都不是講中華民國 你要騎底 我就騎中華民國護照的底 它不是護照 只有主權獨立的國家 才可以發行護照 你那個不是護照 你跟人家操招 所以誰是詐騙極端 中華民國 是詐騙極端 你的護照不是護照 充其量叫做旅行證件 這樣就不清楚 因為你在這個角度 怎麼可能會發行護照 我請問一下簡單的事情 剛才說這個整套 只有一個前提 為什麼國會也當立法 來什麼叫一個AIT 還有一個台灣的authority 他為什麼有這個權利 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中國如果說台灣是他的 應該他來制定他國內的法律 來管台灣嘛 那不是 那不是 我們是美國 為什麼美國的國會 立一個台灣關係法 再從台灣關係法 衍生一個組織跟單位 來管台灣治理當局 下頭嘛 你的法源依據就根據這個來 是怎樣他也當國會也當制定法 很簡單嘛 台灣到今天為止 又是美國占領的地方 占領這就是美國總統 你講講看 看美國會不會馬上處理你 台灣這塊土地 所以我們去年在游行 一萬人的游行裡面 我講一下很簡單的事情 究竟這樣合約至今仍然有效 有效 第四條和第二十三條都說得很清楚 美國軍政府負責治理台灣接受宅 第二十三條 美國是台灣接受宅 跟蓬佛的主要佔領全國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如果是這樣 台灣如果是被禁止的話 很簡單 台灣民政府一定會成立 現在走出來 禁止怎麼不成立 很簡單一個簡單的道理 過去美國禁止台灣 跟中國難民 我再說一次 中國難民 跟他派部隊的後代 跟台灣人籃組合 叫做people on Taiwan 台灣都是這麼多 所以上面所有的人 都是他 他成立民政府 過期的民政府 那是不合法的 所以他叫做視為民政府 視為就是 很簡單 我如果有一天跟你說 我視你為男生 你不想去 我本來是男子 為什麼叫視為我男子 對吧 我只有把女生說 我視你視同為男生 這樣可以 因為你是女生 表示你不是男生 我把你當作男生 來請你上班 把你當作男生付你薪水 把你以男生的要求 放在你身上 叫做視同為 對吧 過去在中華美國體系 視為台灣民政府 表示你本來的不是民政府 他沒有那個資格 但是我們不是視為 我們是按照戰爭法 成立的台灣民政府 我跟你說 初級我們說這個可能太親 但是你慢慢聽 我們過去的影帶都能看 來 所以我們在2016年6月16日 秘書上講了一句話 那時候AIT不是在說 美建華在回應 發言人講的話 也就是說要有能力的政府 所核發的政見 我們就承認 上面就是有能力的政府 台灣民政府 就是有能力的政府 有能力的主管機關 是指被承認的政府 台灣民政府是 Taiwanese Government 台灣當局是 台灣Authority 指的是蔡英文團隊 叫做台灣治理當局 當然有能力執行機關 指的是一個被承認的政府 台灣民政府 已經是被 國際承認的政府 再來 這是對國際上 已經被承認的 台灣Civil Government 最好的解釋 不論台灣人做任何 曲解性的解釋 對G7的國際認定 是無法改變的 台灣島不屬於台灣島民所有 是英國國會跟美國 國參眾議院對台灣的理解 的解釋 台灣民政府 所有同心 應該沉著對應 所有對民政府的 污蔑堅持 法理等待時機 OK 好啦 這沒要說那麼多 時間沒那麼多 我們現在是 台灣使節 開始就亂一邊了 對不對 剛才很明亮 為什麼那一邊 就是在過去台灣 人家說 黑色色的 中國人把你放在台灣歷史 那個系統 把你放在台灣頭上 所以我現在 這個想法就是 要台灣人對這個 黑暗的地方 討伐出來 你如果要是 為這個黑暗 黑暗的整個歷史 造出來 就要有一個概念 那叫什麼 開鎖 你要把一個鎖 頭開 一定要有一個鎖 這個鎖 這個鎖是什麼 就是這個 台灣這個土地 你先搞清楚 有什麼人 我們台灣這個土地 有什麼人 要跟他講 有什麼人 蛤 知道也沒什麼 要來第一次上課 你第一次上課嗎 台灣這塊土地 有幾種人 你不知道 有人說 我們老婆 不知道有人說 好不好 來 你猜猜看 隨便講都可以 就你所知道的 有幾種人 男生女生 我就知道 很好 好答案 除了男生女生 還有什麼其他分類 原住民 明南人 客家人 還有那個 中國來的 外星人 我跟你說 他剛才第二次的答案 完全符合 中國難民 對我們的 洗腦教育 跟台灣人 做這種分類 他就完全 他表示他是 學校唸書唸得很好 才會有這個答案 在中華民國體系 他應該書唸得不錯 但是我要說 台灣這塊土地上 只有兩種人 不是男生跟女生 那個已經講過了 我們講一個新的 叫做佔領者 跟被佔領者 你如果沒有這個鑰匙 你解不開 台灣歷史 你會說得 說得不少 中國人 為什麼剛才跟你講 有客家人 我跟你說 根本沒有 只有兩種人 那為什麼要這樣分類 比較好管理 那時候來台灣的 那一群人很少 會統治你很多人 怎麼 把你切一塊一塊 比較好吃 比較小塊 小塊 這客人 這火路人 這哪裡來 對不對 這外星人 這什麼人 這應該吹孤孤 其實台灣這土地 只有兩種人 沾領者 跟被沾領者 為什麼只有這兩種 當你講到 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的時候 這什麼意思 什麼叫佔領 我問 我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被佔領者是住在哪裡 被佔領地 對不對 被佔領地 本來就是他的地方 叫做被佔領者 對不對 佔領者一定是外來的人 對不對 不會是在你原來的地方 他不用叫佔領 佔領 佔領就是外面的人 那是外來的人 對吧 外來的 當你講到佔領者 被佔領者的時候 一定發生一件事情之後 才會講這個東西 就是有戰爭發生 對吧 有一場戰爭發生 戰爭結束之後 有一方打敗了 贏的那方 走的那方 把你沾掉 把你沾掉 對吧 那就是沾領者 甲比沾領者 那在什麼地方 一定是在被佔領地方 不會在佔領者的他家 一定是在被佔領者家裡面 我來這裡跟你沾 這樣觀念清楚了 我想為什麼 現在講得很清楚 因為 最近 因為 有些課 有些人反應說 大三老師 你說的課太難了 講太快了 我不了解 所以我現在就 逐字逐字慢慢解釋 每個字的意思 這樣有清楚嗎 很簡單 很簡單 接著再比接著發生什麼事情 什麼樣的戰爭發生 產生這個 在台灣這個土地 就是 最近的一次就是 二次世界大戰 對吧 第一次的世界大戰 什麼大戰 我們 大人贏還是輸 一定輸的 我請問 你們在座各位是比什麼 還是什麼 你怎麼知道你是比什麼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你現在就吃香好辣的 讓那一下 其中華民國官位 就分給你了 就可以到日報 為什麼 bucks 那些東西 黑湯 沒有資金 對嗎 你怎麼知道 你在聽大支 這個יא con 我應該是 你怎麼說 haciendo 結果 結果 你有辦法證明 你有沒有辦法證明你是被佔領者 有沒有辦法 在座各位 你有沒有辦法證明你是被佔領者 還是你親切講講 還是人家跟你講你是被佔領者 我跟你講 你們現在身上所持有的所有證件 都沒辦法證明你是被佔領者 只能證明你是佔領者 為什麼 都拿中華民國身分證嘛 可不是 佔領者是中華民國 是不是 你拿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可不是 你會怎麼證明 你當時是比怎麼證明 你怎麼證明你是被佔領者 只有一個東西可以證明你是被佔領者 就是我們民政府所發放的ID 我們的身分證 你有看過嗎 有沒有看過 來 我們看一下那個台灣民政委的身分證 給他們看一下 等一下你就看 你知道我們 我最近記者在跟我訪問 一連串兩個禮拜 每天電話接不完 到時候我發覺這記者 在這個常識上有點問題 我就問其中一個記者 高雄打來的 我說你知道中華民國是被告嗎 誰說的 是你民民政府被告嗎 我說小姐你先做好功課 要不然我很難回答你的問題 來 等一下再說中華民國被告的事 我先告訴你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身分證 這個身分證很重要 證明什麼 你是被佔領地的百姓 為什麼就要做這個 是我們自己想到的 我們自己大隻大隻去印的 台灣民政府在林志森博士樓下的印刷廠印的嗎 不可能 我跟你講這是晶片卡 這個晶片卡可以通行全世界 你當作身分ID使用 中華民國的身分證 走到哪裡都沒有用 沒有人承認你 中華民國護照 人家也開始不承認了 聯合國就把它拒絕 反而我們台灣民政府的ID 可以讓你過 最近還有一個童星跟我講 他到Washington DC有參觀美術館 有些美術館規定你要 聯合國承認的國家才可以 才可以進去看 這是最新的消息 跟你們小偷偷的消息 於是他說 小姐你要買票進來看對不對 出示你的身分證 他就拿中華民國護照拿來 拿來 不可以 這個我們不承認 退回去 連美術館 連有一些 Washington DC的美術館 都拒絕承認中華民國護照 你不能進去 連參觀都不行 都不用講到聯合國 光是美術館 就不能進去參觀 有建設嗎 真建設 你拿中華民國護照的人 真建設 建設什麼 叫我們拒絕嘛 拒收嘛 丟到一邊嘛 但是拿台灣民政府的身分證 絕對可以進去 絕對沒有問題 台灣人想不到 到底發生什麼事 先說一個故事 2006年 我們的秘書館顧美国 說 欸 美術館顧美国 到底是不是有 究竟單合約 到底有沒有效 有啊 美國是不是台灣的主要 佔領全國 有啊 如果我們就要拿 美國護照 怎麼去拿這個 後來這一個國 美國 說 好啦 政府要給你 政府很高興 好 台灣人要拿政府政府 政府說 你不夠資格 為什麼不夠資格 你怎麼證明你是台灣人 才可以拿台灣政權 你要拿去 你怎麼證明你是台灣人 沒有嘛 他說有啊 我有身分證 中華民國身分證 你要證明什麼 我有護照 中華民國護照 都沒辦法證明你是台灣人 所以那時候 美國要求 美術館發行什麼 開始 發行 美國軍政府所核發的身分證 你如果要升級這身分證 要很多的證明 你就要把日本時代 你的父母親 或是阿公阿嬤 日本時代的父親 負責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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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劇責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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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你在國內搬機換來換去的時候 通常你要拿機票 要上飛機 比如說我要轉到Colorado 走到Texas 就要跟你的ID ID please 你要拿什麼 中華民國的 不跟你承認 但是我拿這個 我那時候都沒有拿中華民國護照 通常他要你一個護照 過去中華民國的護照是有辦法用 你把它拿 加上機票給他是可以的 但是我那時候不需要用 我自己用什麼 這張 我自己用這張 跟我的機票很過關 後來我也去拜訪美國國會 我一期間我也拿ID 這張 經過他的警衛 看到scan 怎麼這麼過關 美國的這種單位都進去啊 聯合國都可以進去啊 不會有問題的 有問題你們來試試看 記者來測驗看看 這上面想想 你要核發任何的身份證 一定要有一個法源依據 你根據什麼法律來發這個東西 所以那時候我去年記者問我 我說 請問你 中華民國是以什麼法源 根據對台灣人發行身份證 護照 你根據什麼法源 講不出來 給嘴邊嘴 黏著了 沒有法源 你沒有資格對台灣人發行護照 你沒有資格對台灣人發行身份證 因為我說 我是日本人 我當時變成你的國民旗 我先拿你的護照 你如果中華民國 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發什麼護照啊 那就到了 你不再訪問我啊 因為我有後續的答案 會一步一步一直掀他們的底 對不對 來 我們發行身份證 一定要記 就要先要清楚 本卡核發依據如下 第一 萬國公法 第二 國際戰爭法 第三 九星南和平條約 第二B 4B跟23A條 台灣關係法 第五 美中三個公報 一個中國政策 美國憲法 以及第八 美國軍政府管轄下 台灣民政府參議院所發佈的 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清楚嗎 清楚齁 國自己的還是什麼 那都不遵守 因為很多人在copy我們這個東西 但是有這句 有一句話 他們 絕對不敢copy 一copy他就死 我們死 馬上美國軍政府抓起來 就是這一句 有沒有 State of Taiwan Civil Government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我們是在美國軍事政府管轄之下 才敢發這個身份證的 這樣清楚嗎 所以這就回到我們剛剛講的很早以前的這個東西 不好意思齁 那我就 這邊就不多講 我就回到我的PowerPoint 占領者 被占領者 你知道嗎 美國軍政府出現就是有出現被占領者 這樣 我問你一個簡單的問題 這娘才要跟你講的可以講多久嗎 有沒有時間限制 上過課絕對不要回答 我要問沒有上過課 占領可以占多久 有沒有規定 五年 十年 一百年 有沒有規定 沒有耶 沒有規定 好像沒有也沒聽過 他可以永遠站下去 但是 初級班要記得兩個字 兩句話 一個叫做 占領不移轉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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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聽得懂嗎 占領不移轉主權 你聽得懂喔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你把美國佔領的伊拉克 伊拉克不會變成美國的 這樣是意思嗎 美國打敗伊拉克 伊拉克不會變美國的 美國打敗日本 日本不會變美國的 就這個意思 就是占領不移轉主權 你知道嗎 那什麼時候開始 我告訴你 過去講這句話又不對 在拿破仁之前 占領是可以移轉主權的 之後沒有 那是戰爭法 之前那個NX 把這個所謂的地方 就變成他 誰人比較壞 誰啊 如果這樣這樣 所以很多帝國就一直跑出來 那拿破仁之後 他就說不行 這樣英文收財 打不完 國家越來越大 在那裡 對嗎 所以在那個之後 大家 各個國家同意 佔領不移轉主權 這屬於萬國公法的一部分 Law of Nations 還有 初級班還要學一件事情 流亡政府 可以就地合法 所以我們過期都說 這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對不對 走來台灣 不能就地合法 對不對 我們過期都這樣說 但是現在又要修改 因為美國眼中裡面 沒有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灣 沒有 在美國的眼中裡面 只有一個東西 叫做台灣治理當局 你知道嗎 立方政府是我們過期去叫的 蔡英文這樣叫的 沒有錯 他好像儼然在實行 所謂的中華民國體系 等於去騙你 現在越來越清楚了 不過剛才說 佔領要佔多久 隨便你 對不對 這沾什麼沾 有沒有 很霸氣的 把兩隻腳開開的 佔了很多土地 那個冷氣是不是弱了一點 好像變悶了 然後這裡是被佔領者 我們是被佔領者 那是佔領者 那是佔領者 我剛才說 你們不會挑戰我嗎 大山老師 你剛才講佔領者是美國 現在我整個街上 什麼武院 中東都中華民國 那不是 那是他們 為什麼是他們 你說是美國佔領 為什麼我們沒看到 美國人站在我頭上 因為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找了一個代理者 Proxy 就是代理的意思 代理佔領者 代理美國 對 來佔領台灣 他們是代理者 代理者 代理者 這個地方可以佔多久 你知道嗎 看我時間限制 也沒有 但是他有條件限制 所以我講一個故事 一個董事長 擁有一家公司 他新買了一家工廠 你就要派人去管理 對不對 我如果請一個總經理人去管 他管了就好 我會希望他一直管下去 對不對 如果你們小孩也厲害 順便繼續做下去 因為你會替我賺錢 但是這個經理如果做不好 我就叫他走路 所以他不是時間限制 是條件限制 端看他表現如何 如果這個經理做三項條件 出問題 我都會叫他走路 第一個 你欺負我的辛勞 對不對 很壞 每一天 抗毒我的工人 我會叫你走路 你叫經理 是叫你給我好好的經營 這個團隊 不叫你欺負工人 對不對 我會叫你走 第二個 採10塊 你給我補2塊 對不對 你堅守知道 我會叫你走路 這個經理不行 我一定叫你走路 第三個 你在經理 想把我的公司給吃下來 那更可惡 我不光是叫你走路 我還會告你 對吧 我剛才說這三項條件 現在中華民國在台灣 這些假的政權在做的事情 欺負台灣人 沒有東西 叫我們去做兵 叫我們買武器 每一件事情做到搞 第二個 堅守知道 對不對 假裝一買武器 要保衛台灣的理由 花很多錢 你們台灣人六歲 要去交集 對不對 用各種理由 跟台灣人騙出來 拿出去 第三個 還要 他要整個台灣吃起來 所以他講 中華民國在台灣 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那就是要吃的動作 那不是 所以才會產生 今天這所有的事情 美國一定會叫他走 為什麼叫他走 台灣民進府站起來 他就走 真正的民政府已經出來了 所以我剛才講 我們在G7 等到你們高級班再講 初級班可能聽不了這麼多 那我高級班再講 我說的這個 我這邊出現一個字叫做 部落戰爭 台灣人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為什麼 我們現在在部落戰爭已經打敗了 去用修理 台灣人現在很可能 去用台家 大家叫他走 連自己是誰都搞不清楚 我跟你講 來 聽一個故事 所有的人類 到今天為止 都在經歷不同的部落戰爭 從古早開始 就是叫做部落戰爭 什麼叫部落 就是不同的家庭 因為共同的種植 還是水源地 還是生活空間 狩獵範圍 跟組合 因為家庭比較多 有辦法跟人打 所以那時候世界上 很多不同的部落 台來台去 既然怎麼 部落跟部落相處 要怎麼 修台 還有一個方法 什麼 加國更大 沒人敢給你祈福 對不對 只有兩個結果 一個是台 一個是加國更大 所以越加越大後 變成什麼 王國 Kingdom 王國越加越大後 變成什麼 像大英國學 那大的國家就造出來 所以現在世界越多 聯合國也是一個很大的組織 你去聯合國裡面 就是受到這聯合國規範的保護 就沒有人敢給你祈福 你敢給你祈福 你敢給你祈福 聯合國安理會會出來 說我們對哪個國家制裁 就是這樣 所以蘇聯 俄羅斯如果去併吞克里米亞的話 聯合國就會制裁 我們要經濟制裁 我們要什麼制裁 你明明是我們的成員之一 但是你違法 你知道嗎 部落戰爭 過去部落戰爭是怎麼台反 台都把你殺光 不會把你留火口 過去我講這個說法的時候 聽到人說 大山老師你今天講得太誇張了 人跟人之間怎麼會殺這麼殘忍 現在你知道嗎 我四年前講 三年前 二年前 兩年前 I.S.走出來 I.S.就是這種殺法 是不是 進去一個城裡面把你都裝備 老人小孩子 大人小孩子 動物全部殺光的 沒有給你留火口 那就是部落戰爭 為什麼要留火口 怕你出去之後回來 還會報仇 所以我會殺殺光 顧起來這樣不對 為什麼 你殺光之後會發生一件事情 你的土地變多了 可是你的人變少 所以他會留一些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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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我才要抬 男人我才要抬 對嗎 我反抗我才要抬 小朋友這老弱服務就留下來 留下來做什麼 留下來他們做什麼 每天叫你辛苦工作 然後吃飯睡覺唱歌跳舞 除了你們都不用知道 你就這樣子就好了 對不對 做奴隸 做奴隸 這個奴隸我叫一個名字 我叫資源回收人 什麼資源回收不是叫本手的人 就是你本來是本手要用彈條 氣質 再叫多之後再用一次 叫做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人 就是本來你有效忠 你效忠什麼人 效忠你以前的部落 現在你部落被拔掉了 你沒有人跟效忠 你就是沒頭的人 你知道嗎 你就是沒頭的人 沒頭的人 只辛苦 只辛苦 你這樣做什麼 就是吃飯睡覺唱歌跳舞 買東東 你現在回校你過去的日子 是不是這樣子 是啊 每天就吃飯睡覺唱歌跳舞 買東東 存在不知道 你沒有效忠任何人 你只想效忠有錢 有飯吃就好了 這就是你過去的日子 人都在當作奴隸在使用你 叫你驕債 你也跟他去做 所以我說 部落戰爭在政府對方之後 統治手段就是這幾個 宗教語言信誓 跟你的生 你台灣人 你的生都不是我們本地的生 你的議員也不是我們本地的議員 那都是中國來的 對不對 來 簡單的一個道 把台灣過去的歷史 全部跟你講得乾乾淨淨的 四萬年前 我們的祖先 已經來到台灣了 我跟你講 我講的絕對跟台灣 你現在過去台灣的歷史 完全不一樣 我們祖先從那裡來 都放一邊 那都是錯的 我現在跟你講正確的歷史 有科學證據 我跟你講 你來民政府我們只講幾個東西 歷史上的事實 科學的證據 歷史上的文件 邏輯的推理 這幾項 沒有叫你去感情上的訴求 都沒有 來這邊上課 只有這樣子 braining 腦袋去思想 去rationize 去理性化 很多事情 四萬年前 我們的祖先一直來到這裡 而且這是 但是待會兒我會跟你透過DNA 來跟你們做解釋 之後產生大都王國 再來到13、14世紀 有四萬年走到13、14世紀 才開始什麼 西方國家那種 準的歷史上很好的 就來到台灣探索 所以葡萄牙人來到台灣 看到台灣叫什麼 FOMOSA 就是美麗的島的意思 第一次台灣有名 是叫做FOMOSA 之後都叫FOMOSA 我們是FOMOSA 多愛在島上四萬年的人 各個地方來的殖民者 殖民者 殖民者 下面叫什麼 Colony 他們把我們當作殖民地 那個地叫做Predator 來把你殖民的人叫做掠奪者 Predator 要把你吃的 要把你唱的 那叫做掠奪 掠奪 掠奪者 掠奪者是什麼意思 我說一個比較粗的 就是男生對女生有性需求 但是不要跟你結婚 你水一陣他要愛你 你如果老了壞 丟一邊 那中間因為沒有婚約 所以他不會照顧你 你知道嗎 那就是殖民者對殖民地的態度 殖民地有什麼好看 棉花 鹿皮 露到皮 你有那陣他會幫你祝 都要愛 但你這個地方給你 資源給我吃了 我人就要走了 那飛球也是很多地方都這樣 西方國家的人 自己把你蹂躏 離開了 那地方也不想負責任 就是這樣 那叫掠奪者 掠奪之間 也會受罷了 就唱嘛 所以那時候西班牙 荷蘭 大清帝國都唱 對吧 大清也唱一次 對吧 但是這個唱到最後 西方最大 那裡最壞 大日本帝國 把大清帝國打敗 對吧 所以從馬關條約 下關條約 大日本帝國打敗了大清 對吧 怎麼樣 大清求勞 說不然台灣朋友 掛牛給你 對不對 掛給你 結果掛那時候 一般人拿到手上 就發現一件事情 台灣的右半邊 不是他的 就好像我要賣戶給你 我連隔壁也賣給你 一樣 說那件事情 那時候為什麼 右半邊不是他的 我告訴他 一件事 以前 我們台灣的右半邊 都高燒子在那裡 那時候 中國人沒有材料去打 也打不贏他 自己就收 然後像西部這樣開閃 開拓幾個地方而已 所以那時候 有一次美國的軍艦 來到台灣的外海 屏東的外海 那時候 沉了 那時候 那時候 他們沉了 那時候 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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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美國人 就 顧著大清 立國的皇帝 說 你把我人全部沉了 賠款 危機 那時候大清皇帝 說什麼 那不是 那一定是 話外之名 不歸我們管 話外之名 法語不法 由貴國制裁之 你要法 或是要台 隨在你 這都沒有關係 所以第一次我們的高砂族 居然跟美國簽訂 和平條約 跟美國簽 簽的 但這次的大日本帝 來不是要跟你照顧 他真的要跟你結婚 男生追女生怎麼追 買花送給你 請你吃飯 跟你爭水水的 要說好聽話 這就是過去大日本帝 大日本帝國統治台灣50年 就要做這種事 建設台灣 改變台灣人的教育 讓你水準整個提高起來 最後什麼 結婚的動作要做 所以1945年4月1號 大日本帝國憲法 實施在台灣 天皇頒布了 從此以後你就變成 結婚了 台灣人效忠日本天皇 換取日本天皇 對你的保護 所以那時候台灣人 從義勇兵就變成 就當兵了嘛 是台灣軍嘛 台灣人真的 不是殖民地喔 不是大清一順 把我們當作殖民地喔 也真的變成日本人 內地 內外 一同 一是同仁 所以那你認識 變成大日本帝國 神聖不可分割領土的一部分 已經結婚了啦 第一次台灣建構主權 也在日本的手中建立起來 第一次喔 過去不是嘛 那時候日本人拿到手中 那時候 右半邊不是 大清帝國那時候 他去問美國 問美國什麼 為什麼 以前美國這個地方 是誰住的 印第安人住的 那為什麼是美國的 一定要有一個說法嘛 那時候美國的說法 就是說 他們叫做部落的形式 部落 Tribal 怎麼把它拿到手中 征服它 所以他用一個字叫做 Conquer 征服 征服這塊領土 趕快打敗 就是你的 所以日本人 花了十年的時間 把右半邊 日本人 炸德哥巴萊 那部電影就要演這個東西 右半邊 把他征服下來 為什麼十年 你打大清 只要不到一年的時間 就把大清打敗了啊 為什麼 東半邊開了一句 因為他知道 阿伯這個人 是他的臣民 所以他下手不會那麼狠 所以他一開始怎麼樣 想辦法跟高砂族通婚 派了很多貴族來到台灣 跟高砂族通婚 通婚完了 土地邊塌了 你願意通婚也行 你要歸順也行 但是你如果不外的話 打 就給你征服了 就這樣啦 所以花十年的時間 把我們右半邊征服下來 最後建立了台灣第一次 歷史上有的主權 就是日本人秋桃建立的 有了主權之後不夠 都要宣佈憲法實施在台灣 1945年4月1號 從這一天開始 台灣已經是日本的一部分了 不改啦 所以叫做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但是中國人來是因為 美國人就要求過期 一把你照顧那些女朋友 又叫回來幫你照顧他一次 台灣人很可能就是這樣 你知道嗎 現在我們的法律把美國照顧了 他們就要照了 結果我們裡面 台灣人又一天 搞不清楚狀況 死巴著不要他走 那叫什麼 餘虐 觀點不願意改變 就產生所謂的餘虐 你知道嗎 來 讓台灣人搞清楚 你的想法 你整四人 你如果搞不清楚 自己是什麼人 去死的人很可憐 對不對 所以在台灣民進入 出現之前死掉的人都很可憐 以為他是中華民國人死掉 有可憐嗎 很可憐 你不知道你是台灣人 你不知道你是大日本帝國的台灣人 你的真正身分沒有搞清楚你就死了 現在還有一天在學校等 很可憐 就是 明明跟你講你是大日本帝國台灣人 你還不願意去承認的人 你也很糟糕 你也很可憐 就是這樣 所以 ethnic identity 就是你到底是什麼人 是看你的血 你身上流的什麼血 你是佛摩山 那是無知的片 不是用故事把你放在你身上 你就變成中國人 不會這樣 你身上流的血 告訴你是什麼人 你知道嗎 by blood 但是 我說我台灣人 沒有錯 我沒有否定你是台灣人 但是你是哪一國人 台灣不是個國家 你是哪一國人 你講不出來 我知道我是台灣人 但是我是第一國的人 那就是什麼 by law 要透過法律才知道你是哪一國的人 國家是法律去形成的 對不對 by law 那不是什麼law 透過法律你知道 Emperor of Japan Great Japanese Empire 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 那我們 by blood 是formation group identity 就是 你現在要跟人家修台 你要騎到哪一邊 你現在知道你是台灣人 你台灣人要騎到哪一邊 就是騎在美日安保架構底下 TPP架構底下 美日安保 不要說那麼輕 說到會的這件事 因為我是為什麼要說這個 過去中國人來騎說 你的祖先對於會來的 對不對 那跟人家說 我現在是把科學證據拿出來的 而且是國家地理頻道 不是我自己做的 你們知道國家地理頻道雜誌 你知道 人在傳宗接待的時候 你的生兒 對不對 你家的生兒 是不是都長得不像 不是像你就像你太太 或者像你先生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你在傳宗接待的時候 染色體會複製 染色體 你身上有一部分 你們太太 各分一半 跟組合 變成你們兒子 你們兒子生出來 就像爸爸 要不要像媽媽 對不對 如果像隔壁鄰居就很奇怪 對不對 對啊 一定像爸爸或媽媽 或者像這兩個家族的人 因為你的DNA從那裡來 你知道嗎 但是你在傳宗接待那時候 你的DNA複製 複製過程會產生突變 突變就會產生特殊的基因 這裡就不一樣 但是 對你這裡生出去 所有的後代 都一樣的地方突變 你知道嗎 因為你複製 突變再複製 所以你就知道 你從哪裡來 就是這樣 國家地理頻道 全世界人採了70 現在是70 快80萬的樣本 sampling 全世界去抽 現在不用挑剔 棉花棒在口橋裡面刮一下 送到它實驗室 不到一個月給你送回來 一千塊美金 三萬塊台幣 就跟你講 你有幾 How many percentage 你是這種人 還是哪一種人 這樣 因為這樣 他把全世界的人 從哪裡來去哪裡 都揮出來 這張圖 就叫做人類遷徙圖 所以根據這張圖 我跟你講 它得出一個很重大的結論 所有的人類 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類 六萬年前 從同一個地方出來 不敢相信 現在活在世界上所有的人類 六萬年前 從港節的所在出來 你看看 這是箭頭的尾端 有一個箭頭 對不對 這有山 對不對 倒錐 倒錐 這裡是哪裡 你們會不會看地圖 這裡是哪裡 不是看字 那圖 這世界的地圖 這是哪裡 非洲 非洲 所有世界上的人 今天活在世界上 六萬年前都從非洲出來 六萬年前 有沒有人類 當然有 多久我不知道 我不是那個方面 但是我根據他的報告 六萬年前 不曉得什麼理由 人類開始 四季 開始走 世界各地去發展 六萬年前 有的人說 大山老師 我比較有趣 是台灣人 從哪裡來 一樣 從非洲來 你看一個所謂 叫做M-174 174 有非洲出來 你怎麼來到哪裡 就是夜門 有沒有聽過南夜門 走到南夜門 再來走到哪裡 印度 我這樣講 你們會睡著 你們會想像 有一群人 對原來住的地方 一定不知道什麼理由 被迫離開 大人 小孩子 小朋友 食物 都帶走 走到印度 覺得這世界很漂亮 有一部分就留下來 住下來 就變成現在印度人的祖先 六萬年前 繼續走 有些不願意說 這地方不夠好 繼續走 走到哪裡 馬來半島 有沒有 所以馬來那邊就住下來 還有一人覺得 這裡還不夠好 繼續走 走到哪裡 馬來半島 印尼 這裡 走到哪裡 這裡哪裡 我們自己台灣 你們在哪裡看 這地圖 我們台灣在這裡 所以我們周先 時間點已經來到四萬年了 四萬年前 我們周先來到台灣這個島 覺得這個很漂亮 那時候還不是島 還可以走來走去 海水還沒這麼高 像王子露 走到這個地方 我們的周先就在那裡 四萬年前 還有人又不夠滿意 繼續走 走到哪裡去 再來他們走那裡 日本 日本又不滿意 繼續走到哪裡 朝鮮半島北部 就現在韓國人的祖先 再來走 最后走那裡 西藏這個地方 滇緬的地方 在那裡落腳 你現在去查的血液都知道 這是一個路線 有一個路線 所以那時候韓國人看到這個時候 好高興 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韓國人 看了這個 很開心 中國人去到哪裡去 對不對 但是真的 人家血抽出來就是 中國人有一部分是從韓國去的 沒有錯 確定 DNA 問你韓國人從哪裡去 日本 對不對 根據這個圖 你們會看圖 不要看我 日本人從哪裡去 台灣 你知道嗎 台灣人對馬來半島來 馬來半島來 因為印度 印度 醉了到飛鳥 所以中國人的祖先 對台灣去 對啊 他就要我們敗 不是我們敗 不要搞錯 但是他透過教育 中國人一部分 對台灣去的 沒有錯 他們聖宗追遠 要追到台灣 不是我們追到那邊 電燈拜 所以每一次的親民節 你去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你就拜祖了 你知道嗎 你去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拜什麼做 拜你四萬年來祖先 他就要我們拜 不是我們拜 他搞錯了 但是他透過教育 他把你洗腦 說你祖先對那裡來 結果都不是 因為我們有比他的說法 更強而有力的說法 叫什麼 DNA 所以這個 這個教授講得很 研究者 叫Dr. Spencer Wells 他講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人類歷史故事 是記載在我們的血液裡面 不再條文片 不是你去編故事 不是隨便你挖幾個考古 就編一條故事出來 不是 但是在生物裡面的DNA 是絕對騙不了人的 你知道嗎 這樣清楚了嗎 那時候就說 中國人知道 就說 好啦好啦 我們知道不是你祖先 可是 大家都是華人 什麼叫華人 再問一句話 現在華人 華人是什麼 講華語叫華人 對不對 是不是 你們都同意我講的定義嗎 他們的定義也是這樣 如果講華語就是華人 請問講英文是不是就是英國人 對不對 你說你的同意講華語就是華人 講英文就是英人嘛 對不對 所以新加坡也是英人喔 印度人也是英人喔 但是不是啊 紐西蘭是不是英國人 美國人是不是英國人 胡說八道 所以定義一種人種 不是因為你講什麼話 決定你什麼人 不要亂講話 你可以講任何語言 但是你不會變成那種人 你是什麼人 是按照你的協議嘛 不是 不是因為你講的語言 我可以學任何一個國家語言 但是你的血統你是什麼人 你跑到美國 自小孩在那裡大 你人家說的很老 你怎麼會比真的白人 不會啊 會不會變成英國人 不會啊 更何況你說的 中國人根本不存在 沒有 世界上沒有中國人 怎麼沒有中國人 你說幾張說到那麼大聲 你問誰是中國人 你講看看 他就講 好了 漢滿門回藏苗窯截隆 白在飛下去 對吧 這些官方的說法是46種人 那不是很好笑嗎 所以中國人 是一個政治上的名詞啦 沒有這種人叫中國人啦 那有你的定義 中國人的血是誰就是那樣的 給我看嘛 你定義出來 科學證據嘛 這個叫做中國人的血啦 啊我看你去到媒婦給你看看 因為根本沒有中國人嘛 你知道嗎 沒有中國人的血這種事 它是政治名詞要給它一鼓一鼓大 就好像沒有蘇聯人你知道嗎 因為蘇聯是好多國家組在一起啊 每一種種種 沒什麼叫美國種的人嘛 那是整個中國人嘛 但是台灣人有喔 M174後代為什麼會有這種台灣人 因為你住這個土地生了四萬年 到外面沒有連結 沒有連結是到最近幾百年才開始的 你知道嗎 所以相對我餘之那的人 我們的血是很純的 這樣了解嗎 你知道你是什麼人 花這麼多時間就是要跟你講 中國跟你講歷史是騙人的 往科學證明 古文沒有中國人 也沒有客人也沒有虎老人都沒有 如果有請把他的血液定義出來 老早就五胡亂八了 大清帝國統治的時候是女生人來通地 蒙古是蒙古元朝 還有金人在統治 這上面是好幾種人 你看中國人有什麼人 你看 你看他的土 對不對 有從蒙古下來 從離海 黑海進來的 有印度上去的 對不對 十幾種人在這個土地上 混了兩三萬年 誰是雜種 中國人是雜種 對嗎 是不是雜種 大雜會 雜種 過期他把我們罵說 我們台灣人是雜種 我是跟隨這樣講回去的 我們對於雜不雜不重要 但是你不要跟我講 有純種中國人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沒有啦 你就雜種 你真的要馬人雜種 你自己最大的雜種 很雜的雜種 對吧 來 所以這過去 Google Earth 以後民政委官員都要上網 那時候人是怕台灣 怎麼會走到這個南美洲 我跟你講以前光走路 就可以走到那邊去 因為海水沒那麼高 深藍色是海水地方 淺藍色 我跟你講那時候是可以走路的 來 這是Migration的時間 6萬 5萬 4萬 3萬 2萬 1萬 時間點 所以根據這個圖的話 4萬年前就來到澳洲 很早喔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件事情 以這個作為前提 當作推論 你在澳洲可以挖到 4萬年前人類的痕跡 對不對 我們現在看澳洲很落後 對不對 很原始 錯了 4萬年前就來澳洲 相反的 最後面才在澳洲 所謂的中國這地方 早期都在這地方 4萬年前 我剛剛也講 4萬在這裡 所以我們就考古 以前在法國南部 挖到這壁畫 那時候法國人挖到的時候 好高興 我們歐洲的文明 比較先進 3萬多年前 就有人畫這麼像的 犀牛 馬 獅子 老虎 結果呢 軍故那個澳洲 其實蠻後面的 對不對 那時候更早來到印尼 所以 那時候是歐洲人比較好走 他們早上學到 但是印尼最近挖到了 4萬年前的壁畫 這是澳洲的壁畫 這是Indonesia Island of Sulawesi 你看 4萬多年前的壁畫 這是澳洲的 4萬年前的畫面 4萬年前很多動物到現在不存在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有這種動物 現在沒有 可是你當時 他們繪畫的能力 絕對畫得很像 唯一跟牠比較像是什麼 Kangaroo 袋鼠 唯一比較像是袋鼠而已 好啦 說到這 你有看過這塊土嗎 這是什麼東西 超人嘛 對吧 你們看過超人電影對不對 可是絕對沒有看過這種超人 我拿來這裡給你們看 有這種超人 沒頭的超人 什麼叫做沒頭的超人 就是他功能很強大 可是沒有效忠對象 功能很強大 沒有效忠對象 你的社會可能發展得很先進 像香港一樣 功能強大 可是沒有效忠對象 沒效忠的對象 所以叫做資源回收人 所以整個香港叫資源回收城 資源回收城 以前有跟英國同志 英國來的 把你砸掉 對吧 就把你弄一個經濟體系 香港就是金融中心賺很多錢 對不對 時間到了 總督總督交集 有女王 對吧 九七時間到了還給中國 中國就收回來 回收之後 你現在有頭了 為什麼你是中國人 香港本來就是中國的 你效忠中國是合理的 結果他們看到中國的系統 嚇死 因為英國的系統比較先進 所以那些人都開始逃跑 對不對 移民加拿大 移民澳洲 移民有西蘭 西貴照 好處的香港人 都跑了 對不對 九七之前都跑了 這群跑哪裡都一樣 為什麼 這些人都沒有投 所以到哪個國家 那個國家都可以繼續用它 幫他賺錢 時間倒抽稅 你知道嗎 那就是都沒投的人 功能很強大 每個國家都可以用的人 比較沒有在床樓的香港 受不了就去抗議 戰中行動 對不對 佔領中環地區 記者就跑來訪問說 你們為什麼要抗議 因為我們不喜歡這個總督 你為什麼不喜歡這個總督 因為他長得跟我們不一樣 那你長得跟你不一樣 因為他有頭 我們沒有頭 你知道嗎 為什麼總督有頭 總督要效忠中國北京 總督是中國北京派來的 他要效忠中國 對不對 他來統治香港這地方 是為了要跟他報備的 對不對 要對他負責 他是有頭 上面一個有頭 就是有效忠的對象 香港這些人沒有效忠的對象 那時候在戰中的時候 我已經在這邊演講 已經講過 會不了了之的 為什麼 一群沒有頭的人 做事情也無頭無腦的 真的叫你上談判做的時候 你要什麼 講不出來 我們要笑死人 那香港不乃對中國一部分 你獨立什麼 全世界只有一個人 唯一合法代表中國的政府 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不對 全世界只有一個台灣 唯一合法代表台灣的政府 就是台灣民進戶 這樣知道了嗎 現在這個 這個是什麼東西 蔡英文這個是什麼東西 叫做Chinese Taipei 中華民國流行政府在台北 或者叫台灣治理當局 因為美國沒有承認這個組織 那他在加入WTO的時候 他上面人家的邀請卡上面 已經寫清楚 這是什麼組織 叫做Chinese Taipei 就是N的在一中底下的台北 也可以講說中國人住在台北 你知道嗎 全世界只有兩個政府 旗都走起來 你到底是誰 台灣人講到公會去Chinese Taipei 裡面 很好笑耶 是不是 好啦 你們在座各位 以後 既然來參加民政府的課 就是要做民政府的官員 你自然要當官 四千名 美國要我們訓練四千名 管兩千四百萬 平均一個人管多少個人 六十萬人耶 你們還有關係一百人的公司嗎 兩百人的公司嗎 一千人有沒有 沒有嘛 上次有台商局所 我們公司一千多人 我說真好啊 不過我們要管六十萬人 請問你 你聽到我說要管六十萬人 你會不會擔心 我給你管六十萬人啊 你做軍手啊 你做知識啊 六十萬人給你管 你會怕對不對 你會覺得自卑嗎 不用啦 為什麼 因為歐巴馬也沒有管過三億人嘛 對吧 歐巴馬當美國總統之前 有沒有管過三億人 沒有啊 所以你不用煩惱 那為什麼歐巴馬可以當總統 因為美國有一個系統 有一個制度嘛 對吧 因為我上課之後 總統都趕快這個系統會延的嘛 柯P在 在當市長之前有沒有管過 頂多是 啊 急診室裡面的一個醫生而已嘛 管幾個小醫生小護士嘛 對吧 那怎麼突然當市長 那怎麼辦 就是因為有一個系統讓他運作嘛 對不對 你知道嗎 所以你們要經過訓練 你自然就會了 所以 但是我們要的是什麼 忠於 臺灣民政府 你的法理概念要很清楚 我們要的是法理清楚 對是非對做很清楚的人 首先 給你管六十萬人的話 你怎麼管 全部人 全部人都放在一起管 一視同人 這樣對不對 可不可以這樣子 你管人是不是全部都一樣 不可以嘛 你一定分類的嘛 我請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你銷售員可不可以去當會計 會計可不可以去當管理人 管理人可不可以怎麼 都亂了嘛 所以你一家公司裡面 每個人有不同的專長 只能在特殊部門工作 達到最大的效益 對不對 所以一樣 你要把你所管的人也要分類 那我現在給你們簡單的分類 分三類 下面是什麼 根據什麼 他的行為 就是你的行為 是根據什麼主要的來做決定 要怎麼做 這堂課很多人說聽不懂 我說你聽不懂 那以後要當管理者就有點困難 為什麼呢 因為你過期都去用管 習慣聽命令 但是你現在調到換的位置 一定要換腦袋 我才會說一次 說一次 來台灣民進府你是要當leader 你不是過期一關位置 你現在在上面 你就要能夠辨識人 把人分類才會管理人 你知道嗎 下面是什麼 四肢膝 不是動物 我現在講的還是人 只是他行為的主宰 好像動物一樣 比如說 動物是什麼 有得吃就很高興 沒有吃就生氣 對不對 沒錯吧 你用食物可以控制動物對不對 對不對 你用食物就可以控制動物 你可以控制獅子 叫牠跳火圈 你用食物可以控制魚從水裡面 這樣衝上來 可以把你頂上去 你可以叫牠海豚跳舞 是不是 你載胸大象也可以叫你一隻腳 經濟獨立 很厲害嗎 用食物就可以控制動物 所以你控制這群人 用食物控制牠就好了 這種人就跟動物一樣 狼喔 社會裡面百分之四十是這種人 過去年輕人晚上也沒睡 高雄那裡 騷刀壞 拿武士都出去 打 警察牠抓起來 年輕人你在搞什麼鬼 晚上不睡覺才 外面亂砍人 你又不認識他 你知道那些年輕人 撩在那裡 警察局這樣 撩在那裡 撩在那裡 爽 撩 這句話是人話嗎 我當我當警察局問的 他說 撩 你砍人是爽喔 這是人話嗎 不是人話 這是動物講的話 知道嗎 這是動物的回答 對不對 如果人你做不出來 對不對 你是動物只要說這種話 是動物啊 所以這種人看就 就像我小弟哥要送 對不對 動物 如果狩獵的本性造出來 就是要給人家祈福 要給人家祈福 對不對 這樣才滿足他的野性 動物的本性 但是你也不要小看 這群人喔 他可能開的是 Ramborghini的拋車 住的是地堡豪宅 有私人飛機 但是賣收水油給你喝 對不對 你知道我在講誰嗎 對不對 那種人當他有要的東西 他要吃的東西 不管人家死活 無關你的死亡 我買出去的東西 插著你去死 我跟他賺錢就好 就是像動物一樣的人 跟你在社會上有多少豪宅 那不關的 因為他的本性 就是這樣在做事情 所以你吃的食物 那些有毒的 都是這些動物 做出來給你吃的 對不對 現在知道了嗎 動物的話 有風以馴服的程度 軸沙而向 越上面越subjective 開始有主觀意識 這群人是沒頭的人 你不要小看 這可能諾貝爾講得主 可能擁具人用 可能做你的起定 或智商157 但他沒有效忠對象 這群人是玩遊戲的人 但是他沒有效忠 所以下人冠都好 只要他可以玩 這群人只以錢 來看所有的事情 先講最上面好了 上面是有頭的人 有頭的人就是有效忠對象的人 那什麼是效忠對象的人 那很簡單 你知道熱身療養院 裡面關的是什麼 不是關的 處理的是什麼樣的人 胎溝麻蜂病 麻蜂病是什麼 就是你的末端神經 被細菌吃掉 再來那個肉就沒感覺 就斷掉了 就暖掉了 暖掉就沒了 噴掉就沒了 麻蜂病以前都治不好 很可怕 當然大家 大部分人都不敢咬 結果美國的傳教室 男生高的帥的 女生帶他老婆又漂亮 帶著可愛的寶寶 來到台灣 一生就住在那個地方 每天幫他們換藥 整天喔 整四人喔 十幾年來如一日喔 台灣人覺得很甘心 對不對 這樣太感動了 所以我就寫個支票 十萬 十五萬 五萬寫給他 一到他手中 嫁回家 錢又關出去 我就說 莫名其妙 我關錢沒有 那是代表我對你的錢 配合 你怎麼這樣 因為你不了解他在想什麼 他們就是有頭的人 他今天來到樂真鳥鳥院院 不是因為錢 他是為了要聽他的主子的命令 他主子是誰 上帝嘛 上帝叫他來台灣 他就來台灣 上帝不准他來 他也不敢來 上帝叫他到非洲 他就變成那個什麼 死懷者博士 他叫到印度 就變成德雷莎修女 看上帝要叫他去哪裡 他就去哪裡 他這整四人 他唯一要取悅的對象 是他的上帝 所以你給他錢沒有用的 他不會高興的 但是你對樂家 這種無頭人 錢是唯一 這無頭人錢是全部 他看這個世界 看待人的關係 都用錢來看 知道嗎 這張無頭人看錢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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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錢就很高 有錢就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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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張無頭人看著 這張無頭人說真善美 所以真善美的東西他看不懂 他要換成現金 這把刀很漂亮 這把刀很漂亮 我看不到 這把刀賣兩千萬 這樣一定漂亮 這個牌子的包包 15萬 20萬 凱莉包 一定是好的 因為他自己沒有判斷能力 必須要用錢來評估 你知道嗎 所以這頂人他重要的是什麼 如果沒有真理當基礎的 善跟美都是假的 聽得懂嗎 有頭人 有頭的人 對事情判斷的標準 就覺得這不是真的 那些村子說好聽的都不好 你把我穿得漂亮 不然我也不會給你信 要以真理做基礎 所以 來 問一個簡單問題 今天你們來到我這邊上課 請問 要透過上課 對你這個人有改變的 請拿手 你覺得 合理的話 給我一點暗示 好不好 你覺得想透過今天上課 自己得到改變 拿手 沒有啊 請幫我請 這幾個 你們來上課幹嘛 聽好玩的對不對 還在理解 還在理解 沒關係 我跟你講不對啦 不對 為什麼 你們有男女朋友嘛 也結過婚嘛 也跟家人相處幾十年嘛 請問 你每天跟他講話 你可以改變他嗎 不可能嘛 既然不可能 你憑什麼說來這邊 上我一堂課 幾個小時 兩個小時 還不可能 對不對 既然不可能 你來上課 為什麼 了解 了時間 你看 又打不出來了 來我這邊上課 既然是大山老師講課 一定要講個道理 我跟你講 你來這裡上課 你本來就是這種人 你本來就是這種人 什麼人 就是對經歷 是非 很認真的人 再來上課 才願意開錢來上課 因為你發覺外面的世界怪怪 不正常 但你說的有道理 我要來了解 要來明白 所以你天生 就對於是非對錯 很在乎的人 都是有頭的人 你才會在乎是非對錯 偏偏我們就是要愛這種人 就是你頭腦清楚 對於是非有辯明的能力 我跟你講 以後你等到 當到上面位階的人 你做的事情是什麼 不再做事情 你每天就在簽公文下判斷 對不對 make decision 你怎麼下判斷 根據是非 你心裡要一把尺 對於是非對錯 要很頂近的人 才會做這些位置 是不是 不然你去做的腳掌就好了 要來民進府上課 你來民進府上課 我們就要訓練一批有頭的人 以後才能怎麼樣 對 到底這頂人 你是要做這頂人來判斷腳掌 下面的人 只要有飯吃 只要有遊戲可以玩 只要有錢賺 他們就很高興 他對於是非對錯都不在乎 所以台灣人現在說 相關都一樣 就這樣 但是對我們說 絕對不一樣 對不對 是不是 中國人就不應該在我們上面 這頂是美國 是美國人就把我們判斷 這頂沒有 我以前主管都要照日本的幾季 我們今天不應該講中文 我們應該講日文 佔領不宜人主權 語言是一個問題 只要我們現在在這裡說中文 並說我們主要語言 那就已經違反戰爭法了 這樣跟你講 好啦 再說這個 再問一個問題 請問你一生所追求的 就是自由 幸福 快樂 對不對 同意的請舉手 只有一個喔 你也同意 還沒有人同意 上過課不算了 你上過課不算了 當然不對啊 什麼什麼 會舉手的話 你要想 大森老師連這個也不對 你們搞錯 那我以後不敢舉手了 沒還樂 我希望你們舉手 才跟我有互動 才知道自己問題 思想盲點在那裡 我跟你講自由 幸福 快樂 第一個都是形容詞 對不對 是不是 自由是一種感覺 對不對 幸福也是一種感覺 快樂也是一種感覺 對不對 沒錯啦 追求自由 幸福 快樂 有什麼不對的 我舉個例子 如果有一個醫生 他說我以賺錢為目的 這種醫生你敢去看嗎 醫生跟你講 我賺錢為目的 不敢看嗎 這次 會好就要看幾次 看他不然他賺夠 走走走走走 對不對 你如果沒錢 要怎麼看 我沒關係 你去找別的醫生 因為你沒錢 所以這才叫做 以賺錢為目的的醫生 對吧 但是如果有醫生說 我以給病人 最好的治療服務為主 這樣已經很好 沒錯 同意嘛 因為這樣所以來了很多病人 因為這樣來了很多病人 所以他賺大錢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嘛 所以這中間有什麼差別 就是你把目標設對的時候 這些自由 幸福 快樂 應該是伴隨而來的 副產品 對不對 你講在上面叫 by product 副產品 不是副作用 副產品 當你設定目標對的時候 副產品產生 你不可以追求副產品了 就像那醫生不可以追求錢 但你目標設對你自然就會賺錢 一個女生看到一個男生說 喔他這個人 好像可以可以 帶我自由幸福快樂 我嫁給他 嫁完了以後 沒土壇沒土壇 說一天請我 離婚換一個 這個 這個也不行再換一個 這樣對不對 不對啊 照理說我愛這個人 對不對 兩個人結婚 便手知足 建立家庭 辛辛苦苦的 把小孩子養大 爸爸做爸爸該做的 媽媽做媽媽該做的 小孩子好好唸書 回到家裡面 每個人做他該做的 回到家裡煮一頓豐盛的晚餐 一起享受 自由幸福快樂的感覺 對不對 當每一個人 把他該盡的本分做好以後 你自然這些幸福快樂的事情 就出現了嘛 但是你說我追求這個的話 你永遠也追求不到耶 你會成空耶 因為你是追求感覺的人嘛 所以剛才舉手的 基本上你是追求感覺的人 我倒過來測試 但是經過我課之後 你要想清楚喔 以後不能追求感覺喔 我說這就是 因為大部分台灣人 都是追求感覺的人 那你這感覺 永遠追求不到 因為你用錯的方法 但是你方法走對 那路線走對的時候 這些都會出來的啦 對不對 台灣人走向正常化的道路 台灣人才會得到 真正的幸福快樂 你如果一個中國人 講的騙的話裡面 永遠也過不了 真正的幸福快樂 永遠在盲網 迷惘裡面嘛 護照出去居然會被中國抓去 護照出去居然被聯合國拒絕 為什麼這個永遠 聯合國闖了十幾次 聯合國就是不接受你 你不會覺得怪怪嗎 為什麼民政府 ID一出去就出去了 這個相較之下就很清楚嘛 你怎麼可能還在這個詐騙系統裡面 繼續的存活到今天呢 你難道不會要想清楚嗎 你知道嗎 來 這張圖看得懂的請舉手 沒有 這張看得懂的請舉手 看不懂的請舉手 這幅畫看不懂 有沒有人看不懂 看不懂的 看不懂的走手 你看得懂 你看得懂 你是學藝術的 所以 男人女的 有人 好很好 有幾個人 有幾個 有幾個 幾個人 有看嗎 那裡有幾個人 算算看嘛 1 2 3 4 5 五個是吧 你沒有看不懂喔 你看得懂對不對 你怎麼看得懂 你看得懂嗎 你看得懂嗎 看不懂 看不懂 有 我跟你講 很多人覺得這一張看不懂 其實是你看得懂 對不對 對不對 他至少不是畫飛機大炮 對不對 他是畫人 他不是在偽海 偽山 偽水 不是 在偽人 確定 畫五個人 他應該都是女的 對吧 所以基本上 我們這些任職都有 表示你看得懂這幅畫 對不對 大部分人沒有問題是這幅畫 這你看得懂嗎 就沒有問題 你看得懂嗎 這個看得懂 還是這個看得懂 這個看得懂 這個看得懂 我跟你講你這個看不懂 他在畫誰 這個人是誰 看不懂 對不對 他是維納斯 請問他在做什麼 維納斯 這邊有什麼 小天使 請問他在做什麼 維納斯現在在做什麼 你說你看得懂 結果你看不懂 他還上大號 不是我青菜公公 你不用皺眉頭 The Taylor of Venus 1751年 我在學校裡面教藝術史 我跟你講 這在上大號 維納斯在上大號 這樣可以嗎 所以代表人家 灰奇的原因就是 你以為你看不懂 其實你看得懂 你以為你看不懂 其實你看得懂 來點頭拍 現在知道嗎 那我教你怎麼看好不好 這叫做立體畫派 皮卡索畫的 皮卡索在1910年的時候 之前就畫這種 叫做立體畫派 這叫做極端的立體畫派 他的室友畫的 這個是以前17多少年的寫實畫 這中間唯一的差別 就是寫實畫 說比較簡單 我剛才有一罐水 沒關係 你那罐水給我 我要請問你 這樣是一罐水對不對 這樣也是一罐水 這樣也是一罐水 這樣一定要這樣看 不一定嘛 是不是 所以你當你的 謝謝 你看我這個人 這樣看也行 這樣看 都可以 都是我這個人 沒有改變 只是觀點不同而已 當你時間固定 觀點一直變的時候 再把它放在一起 就變成這個立體畫派 你知道嗎 這叫立體畫派 皮卡索 一百多年前的話 你到現在還看不懂 是不是你的藝術欣賞水準 退到你阿公阿嬤奏業的時代 是啊 抽象畫 不是抽象畫 這是寫實 只是不同觀點加在一起而已 我想要說這個 不管你是這種立體畫派 還是這種寫實派 都有一個字 我要跟你們介紹 這個字叫什麼 Consistency 英文字叫做一致性 Consistency 就是你這幅畫 不管你是寫實還是立體 要從頭到尾都一樣 如果你一下跳來跳去的話 就這樣 亂記了 什麼跟什麼 對不對 又有寫實的角 又有立體的畫派 就不會看的 看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一定是這個 Consistency是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 來這個要仔細聽 在法院裡面的雙方 過來過去的雙方 都在證明對方 你所講的跟你的證據 不一致對不對 對嗎 你說的 你的公法跟政府不一致嘛 你就輸掉了 法院雙方都在辯論這個 我們就是扣這個 台灣民進府扣這個贏的 怎麼贏 我們去顧美國 把他顧得贏 我們去顧得贏 我們問美國 究竟這樣合約算不算 有遵算嗎 他說有啊 當然沒有遵算 照美國就這樣合約裡面 你是主要占領全國對不對 他說對啊 你為什麼我們現在在做兵 為什麼我們現在在買補給 比這些地方的人不能買補給 你知道嗎 對啊 所以美國一聽 他就慌了 因為不一致嘛 你所宣稱 跟你所在台灣執行的事情 不一致嘛 美國就說 那是我們那個代理商店做的 就是中華民國搞的 惡搞的 那你就不用負責任嗎 當然你要負責任啊 你是那個owner嘛 你是台灣這個處地的主要佔領全國 你當然要管這群人啊 所以美國怕對嘛 他馬上法院判決結果 執行單位就要做了嘛 就幫我們成立台灣民政府 對不對 那台灣民政府之後 下一步是什麼 發ID啊 就成立這些事情 這叫consistency 叫一致性 再講一個觀念 這個一致性是在所有的法律裡面 都有這個概念 叫做consistency 法律喔 什麼叫一致性 就是放諸宇宙都一樣的道理 在這宇宙中有萬有引力 所以不管在哪個地方都有萬有引力 對不對 你如果住在地球上 不管哪個地方都有地心引力 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住在這地球上 要基礎 你寫的建築法規 一定要符合這個萬有引力 地心引力 對不對 你如果不配合他 誰倒楣 人倒楣 你家裡會逗 對不對 所有人類根據 這個法律來講 都要傳宗接待 所以你寫的民法 一定要保護家庭 保護小孩子 保護媽媽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人在我都要傳宗接待 那你的法律 因為要保護家庭破碎 人就不會再下去 所以你要尊重這叫大自然的法則 人不管寫什麼法律 the law of nature 大自然的法則當作最重要的基礎 來建構所謂的國際法 戰爭法 萬國公法 就是規範國家跟國家之間的遊戲規則 這樣世界在和平 對不對 在不同的國家裡面 在成立他們的憲法 那是另外一個層次 要讓這個國家裡面所有的事情都 安踏後 就要有一個憲法 憲法之後才有民法刑法 不同的法律 在這個基礎上建構這個 對不對 這叫做 mother law 就是母法 它的母法是這個 所以所有的法律是按照大自然的法則 一步一步建構起來 才會讓人類的社會平穩 對不對 你知道嗎 你們過去台灣人都不知道這個 為什麼 因為中華民國的體系 走到這裡都不成立 中華民國的體系 憲法 講一個簡單的 中華民國憲法可以實施在台灣嗎 當然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它並不擁有台灣這塊土地 中華民國憲法到今天為止 都還沒有把台灣列入它的領土一部分 它通過他們國民黨會才能通過 它不敢 對吧 所以既然中華民國沒有在台灣 也不擁有台灣 它憑什麼把中華民國憲法實施在台灣 既然不能實施 怎麼會有國防部 國防部要有主權獨立國家才有國防部 你才可以對當地人民爭兵 你的人民 台灣是日本人才能讓你爭兵 所以它太多東西都是矛盾的 被我們這樣一桶一戳 全部都破了 所以現在一個一個 他們國內的法案 包括軍法都猜測了 台灣人不知道 軍法已經被猜測 如果沒有軍法就沒有什麼 所謂定義上的軍人 沒有法律上定義的軍人 如果沒有軍人 現在那群人在幹嘛 演戲給大家看的 你知道嗎 那為什麼還穿軍服 他們穿的是戲服 表演給你看 你知道嗎 軍法沒有軍法就沒有 所以最近憲兵跑去人家家裡面要東西 拜託 軍人怎麼能跑到人家家裡面 我們是警察人 我是人民 軍人怎麼可以到人民家裡面去拿東西 怎麼可以跟我們對話 不可以嗎 憲兵怎麼可以 所以最後憲兵怎麼被起訴 被誰 軍法審判嗎 不是耶 檢察官耶 他表示他也是一般人民嘛 是不是 大家看不見 對這種矛盾 他沒辦法問 因為在系統裡面 好了 我跟你講 只剩下半個小時 我要做一個很快的動作 我們來講一本 這過去我們欠的地方最多 這塊就是日本這一塊 這時間不夠 所以我就慢慢 我們先補充這個 因為我們過去的歷史被蓋過去 蓋過去 所以我們完全不知道日本時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剛才講說 日本人把我們取得 對不對 大日本帝國 我們效忠天皇 換取我們 他對我們的保護 對不對 然後我們來看 最過期的 我們叫做FOMOSA 1920年的雜誌 美國的紐約時報上面的 就一張和平條約 Japan Renounce All Rights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Pescadales 其他有點複雜 所以短時間先不講 你看看 那時候不是鄭成功降臺灣對不對 鄭成功的勢力範圍只有這麼大 我跟你講 只有這麼大人 可是歷史上跟你講的好像很大對不對 大清帝國的地圖只有左半邊 右半邊沒有 大清帝國 FOMOSA時期 其他勢力在別的地方 所以就歷史給你扭曲 來 補充一下日本的歷史 這過期我們沒有 我們來聽聽看 1895年明治28年第一代總督 就是1895年以後 大清帝國台灣澎湖 各讓給大日本帝國 他就一次就馬上來建設台灣改變 他做了什麼事情 第一任總之叫華山知己 就是他 貴太郎就是他 乃木西點就是照片 兒玄太郎這個人是誰 後騰新平 那時候將軍沒有時間來 他就派總督下面來後騰新平來做 大部分都是他建設的 軍政轉民政領台三後租稅減美預告 地方官制委任立法制度確立 台灣總督府平一位創始 司法制度確立 地方法院 副省法院高等法院警察制度 禮番制度 什麼時候 還有人要做事 要做基礎建設 就是infrastructure 你看到這邊 1898年幾年之後已經 私域官養成機關設置 保甲制度實施 土地水利事業 地極調查 大小租權 地方規制制定 基隆基高雄竹桿工程 全島鐵路建設計畫 平一斤 醫學院也要做 財政二十年計畫 銀行創立 再來 祭祀工業 蠶足廢紙 衛生設施 張腦炎 煙草專賣制 神社 學校整備 教育會設置 這都是我們的參考 再來 任何一個國家要去建設 你要花大筆的錢 所以當初撥來台灣 經過大日本議會通過預算撥款給台灣 台灣才有那麼多錢 這些建設 過期大清帝國 你說有建設台灣 花多少錢 你說看看 講不出來 你真的有些建設 當作一個國家的建設 花很多錢 再來 明治39年 那時候做什麼事情 五年討發 禮番事業 農會設立 內地人農業移民事業開設 台北市接到下水道設施 那時候台北市就有接到下水道了 那時候東國人沒有聽到 那時候已經有下水道了 縱貫線已經全部通了 中央研究會開設 化學部 衛生部 你看 博物館沒有人會在殖民地蓋博物館 只有准夥要做你的土地 領土地蓋博物館 博物館 博物館 再來 第六代總督安東甄美 第七代 明治元二郎 我們有跟他聯繫到 台灣民政務有跟他的後代聯繫到 以後再來補這個歷史 第八代總督田建治郎 為什麼要特別講他 因為那一年 黃太子墊下台灣行 他就是田建治郎 你去查他的日記 來 那時候台灣人有一個人生日 去到日本天王說 你不要來 台灣很亂 結果總督回答他是什麼 台灣思想的惡化是在大小小的學生 在台灣沒有幾個人 但是他們是社會主義 但是還沒到很危險的程度 一般人民是非常忠實順良 敢於是同仁聖恩 沒有危險 你也能來 我說到這個就有趣 過去在中國人的眼睛裡面 看台灣人怎麼看 男無情 女無義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 對不對 大清帝國看台灣是這樣 所以幾天都派最後的歌 要有出發可以送來台灣 對不對 從來沒有見識台灣這個地方 看台灣人就是 不把它放一回事 過去的中國人是這樣 我問一下簡單的事情 女生回娘家 娘家都會問你一件事情 過去一年日子過得好不好 對不對 女兒總是要面子 說過很好 可是講完的時候 不小心眼淚就流下來 對不對 因為她真的被人家欺負了 這種騙不了人的 你如果真的被人家好好的對待 你一定會笑臂臂 好棒喔 怎麼樣怎麼樣 誰對我怎麼樣怎麼樣 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 人家問你說 日本時代台灣人過得好嗎 很多人很討論 那時候很有特殊 很有勞 老師說怎樣怎樣 講很多好的話 可是說到大清那時候 看台灣人是看這樣 台灣人為什麼要換 你丈夫如果對我很好 為什麼要每天跟你吵架 不需要嘛 你對我很好 我當然就是以理相待 我不需要給自己找麻煩 對不對 台灣人的犯表是 你大清帝國沒有好好地在台灣 一般時代 官員的眼鏡裡面 台灣人那麼順口 就是你台灣人聽話 你對他好 他就自然對你好 台灣人很故意的 你對我好我就對你好 就是這麼很簡單的事情 那時候的總督嚴禁這樣 可是為什麼有這些人 我告訴你 這是過去台灣人 有緣度嗎 帥不帥 好不好看 日本時代 他們是一九二幾年的台灣人 你看他每個人 包括女生穿的衣服 比你們在座女生穿的多少 法國的定制服 你看他的髮型 你看他的那個首飾 那男生穿的西裝 一九二十年 你阿公阿嬤做的時候 穿的水準筆項 日本時代 這就是很有名 這叫做杜聰明 他叫高雄醫院的創辦人 在中間是我的親戚 叫做哥倫比亞大學 我把他們的同學路照出來給你們看 顏水龍 顏春安 吳錫元 柯維斯 不同的人 美術 化學 經濟 神學 政治 醫學 從什麼地方 France 法國 美國的 Eau of Illinois Eau of Columbia 美國 塔神學 巴黎大學 有沒有 這都名校耶 那時候台灣人水準多高耶 大清帝國通帝很落後耶 但是日本人通帝沒多久了 你看看 1943年全台小學共1099所 小學生932525人 教育普及率71% 僅次於日本耶 那時候出國留學啦 日據時代 出國有20萬人自撲 台灣人才沒幾百萬人 20萬人出國留學耶 我怕到 來 這裡有一個特別我要提到的人 這個圖片跑掉了 OK 當初美國要接待台灣 叫中國人來的時候 有一個台灣人站出來說 我是台灣人 我也是中國人 出不了台灣人喔 那是誰 這個人王朝勤 紅條勤 日本時代就是抗日分子 那時候出國留學 我們就去查他的背景 我說他怎麼可能去換 奇怪 讀政治學 那你都去讀後 去做南京政府外交部的 你日本人怎麼去南京政府外交部 通常去外交部做事 都在西中 都在外交部做事 你分明你是中國人 所以那時候 他代表台灣人 對美國回答 我是台灣人 我也是中國人 很好 你中國人 你去做中國人 中國人說 你台灣人要做中國人 很好 去做兵 你說中文 你說你是中國人 你就講中文 我們以對待中國人的方式 來對待台灣人 可以嗎 對啊 那時候台灣人也堅持說 我是台日本帝國的臣民 那時候他不敢對我們做什麼 那就是我們前一代的台灣人去認說 我也是中國人 那時候你就慘了 他就拿去做兵了 但是你那時候堅持說 我就是日本人那時候 他不敢對你怎麼 他就要照建政法來出對待你 不敢改我們的議員 不敢叫我們去做兵 不敢叫我們去買武器 不敢叫我改我的身份 對不對 國籍你不敢改 你知道嗎 但是那時候我們做的事情 在某種程度上 對不起天皇 因為你沒有堅持搞定 你明明是日本人 想到中國人跟你想 說我們做一個來做戰勝國 你台灣人就滑過去了 你台灣人到底有 還有那個 你到底是什麼人 你有沒有搞清楚 所以中國人利用台灣人這種事 就給你祈福七十年 那時候拿去做中國人 很慘 你知道嗎 好來 我們現在看一張照片 給你們回憶一下過去 這過去1995年那時候 1985年那時候 那時候台灣生怎麼這樣 那時候中國人來台灣 做幾項事情而已 啟聲啟廟求稅貪污 啟聲啟廟 那時候你會知道 那媽媽要撲手 來台灣團交 這馬接啦 跟台灣南班吹去 中路告的 馬接醫院的 馬接 幫我看一下那段 再回來看這比較 一段照片 我看照片的部分 待會我回到這邊 因為後面有不錯的照片 日本時代的照片 對 日本時代的照片 西鄉重道那些東西 沒關係 慢慢找 在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我們過去 中國人最不需要你知道的 就是日本時代 到底對台灣人做多少事情 要跟日本人做的東西 都換成他的中國名 好像是他蓋的 比如說一個簡單的 中山堂 那是以前台北市的市民 一人叫一口蓋起來的 日本時代就蓋好了 不是中國人蓋的 你換個名字就變成這樣 來 以前有主日學 西方人給我們教育 那時候的台灣 那時候的淡水 這是什麼 有嗎 有一個阿嬤 這是阿嬤 他在做什麼 我告訴你 他是檳榔西施 賣檳榔啊 他嘴裡加檳榔啊 所以我一陣說 檳榔西施 都應該叫阿嬤去買 不可以叫美少女 這樣沒人敢吃 你不是叫人不要吃檳榔 說那個口腔 那都沒效 叫阿嬤去最好 拜託沒人買去買 對不對 嚇都嚇死了 應該這樣才對嘛 西鄉中 白牡丹色事件 牡丹色事件 那時候 我們高朝時有一個習慣 叫出草 出草就把人家拿起來 所以那時候軍官說 不能再這樣 白白穿公親丸 有奧地拿到台灣那時候幾次 那時候有很多高朝族 就被順服 你看 以前是日本軍官 高朝族的勇士 對不對 勇士 每個人拿一支鐵枸 有沒有 牌的 鐵枸上面掛什麼東西 鐵枸盜什麼 菜刀 不是菜刀 你看到仔細 那是菜刀 菜刀這樣整個 人頭 我跟你講 那都是人頭 那都是人頭 你看 那時候高朝族的祭典 小朋友在看熱鬧 日本軍官夾在裡面 婦女手上拿的是什麼東西 那就是人頭 那是海的 海人頭 唱歌的海人頭 你看 那些高朝族的女生很 清純可愛 那時候你順番 他就教你怎麼使用武器 最先進的武器 你看 這都是日本軍官 那高朝族的頭目 頭目兩隻 腳中的一顆是什麼 那都是人頭 那都是人頭 那都全部人頭 不要小看 那時候 有幾千顆的人頭 一本人也是 所以那時候洗澡枯 都很小心 洗澡都很小心 讓人看著 那時候高朝族很反抗日本人 給他教育 所以他就跑到學校裡面 殺 這群 這個日本老師就救了這幾個 把他藏在分坑裡面 來給他救出來 之後高朝族才慢慢接受教育 你看小孩子開始念書 第八連隊 日本第八連空軍聯隊進來 然後小孩子開始畫畫 彩色世界 開始了 第八連隊 這是過去 日本人之後就起這個 你看這樣 日本時代的女生 有漂亮嗎 每個都有氣質 我跟你說 這就是第三國路 我媽媽就是這個學校畢業 第三女高 台北叫中山女中 以前第三女高的女生 老師 學生 每個看起來都有氣質 日本時代 你看看 我們帝國人的那種面称 就是像帝國的樣子 因為受到好的教育 現在大家受到自那人的 教育的面称就改了 應該是這樣子 大家應該長這個樣子 應該這種氣質 北一女的裁縫客 那時候我們打敗 打到菲律賓去 遊行 中山堂公賣局 我給你看快一點 裡面你看看 廚房是這樣子 都戴白帽子乾乾淨淨的 撞球桌 冷氣的西餐廳 三三樓 我們棒球隊 台北市南門國小隊 對抗華山小學 棒球比賽 不是紅葉隊用棍子去打 酒頭 沒那麼可能 日本時代這種水準 之後才有打到Kanon 打到甲子園冠亞軍賽 它是一個全台灣的運動 日本時代每一個地方的小孩子都有 球帽 每個小學都有棒球隊 有制服 有手套 有棒子 有球棍 有隊棋 有教練 有領隊的 幾百張全台灣各個地方 棒球隊的照片 待會還可以看到高雄的 台北市公車 日本時代 台北火車站的前身前身 草山的 溫泉 建宗的學生長這樣 建中的 有霸氣嗎 建中的 台北博物館 火車站出來 管前路走到底就破不關 在衡陽路的地方 叫做龍丁 你看這不是最近的照片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 這北頭的火車 你看時代雜誌上面 Live magazine上面 有漂亮嗎 基隆河 台灣博物館 台南博物館 我們有博物館 歡迎全世界各國的 你看很先進 火車站第二期 不良造年 不是大學先舊班的學生 在那邊喝茶抽菸 在念排劇 日本有念排劇 你知道過年你去看NHK 黃氏會有排劇的那個 黏的西 他會作詩 你看這個黏的 補分欣賞 大學先舊班的學生 這是什麼 台北工會堂 日本國標舞的老師來台灣 比賽立頒獎 連鎮腳 你看鎮腳 足東的鄉下的 你可以把它關起來 足東鄉下 老師 學生 台中 海軍下來的時候 我們在招待他們 大日本帝國海軍 日本天皇 來台灣 那時候還是王儲 台中香蕉出口 那時候人家這樣 沒有人家賣兵人 在一口穿上去 不是這樣 那時候人家穿上去 台中的 日本時代 台中神社 台中呢 小孩子很可愛 好可愛 小孩子很可愛 日本時代 你看 台中周廳 你看 豐原家鎮女學校 沒有偏遠地區 日本人通敵的時代 全台灣各地同時建設 這彰化的水源地 每一家都有自來水 中國人不敢想 自來水 台南 露中 台北的女中 學生照片 台南 台南 師範學校 打網球 你看 我待會要放回我 剛才那個照片 那個power point 最後面 這是海軍 大日本帝國海軍跟陸軍 天皇來的時候 高雄軟式棒球比賽的照片 我們那時候的海邊 那個高雄港是這樣 全部機械化 你看 幼稚園 原油會 UGM 高雄海產試驗學校的學生在派對 屏東的軍隊 這兒籃筆 你看 全家出遊開車 帶小朋友穿和服 你看 以前的台灣是這樣 屏東便當四次會 屏東婦女會 你看 你看 基隆高等女學校去游泳 照片 你看 過去的台灣是誰 都這樣 給你看 連那個台東 都那麼漂亮 你看 都市計畫 規劃 多整齊又漂亮 這是澎湖 澎湖 來 拉回我那個照片最後幾張 然後待會我們放一段影片就結束 我在PowerPoint的最後面 你看看 好來 再建設 有漂亮嗎 我們那時候的報紙台灣新聞 你看 我們的基兵隊在頭前 大日本帝國基兵隊很出名 你看 台灣的年輕人 尖 勾著尖 為什麼 我們是同一種人 現在我們台灣人沒辦法做選舉 不同種人啊 這麼多才能比 那些人做選舉 所以我們沒有同心 你知道嗎 我們沒辦法同心 我們不相信他們 他們也不相信我們 怎麼可能會有同心 男作為哪有可能 所以過期的台灣人 你看 走好就這樣 勾肩搭配做學跳舞 你看 看發展 尾電 喝咖啤 你看 那時候的年輕人 你看 好像長春人的學校 Oxford Camry 滑船隊 你看上課的樣子 柔道 見到 家裡生男生 就掛鯉魚旗 你看女生的訓練方式 你看 茶道 每個都穿得漂漂亮亮 很有氣質 你看 這種訓練女生 你看 你看 比較過世的台灣人是這樣 博覽會 你看 多先進 那時候台灣人這樣 這照片從這邊收集來的 好 我們放影片 在這個過程當中 影片還沒出來的時候 我跟你講 很多的照片都是你過去沒看過的 你不曉得過期的台灣 比現在還先進 在各方面 我們現在是亂操操 過期整個國土規劃是剛剛整整齊齊的 日本對台灣的建設是有計畫的 他短時間讓我們跟上日本的帝國的水準 好 我們放影片 台湾 明治28年4月17號 馬班條約簽訂 台灣貴族我國 大日本帝國 明治28年6月17號 總督執政的時候 拍了這段影片 新興的台灣 現在台灣已經變成這樣了 總督府的史政事到現在40年 成果發表 改例之前 台灣被清朝政府當作畫外荒地 台灣的居民當作畫外之民 但是改例之後 日本政府致力 童話熏育 帝國成名 成效卓主 改例之後不到幾年 平定土匪的叛亂 產業的指導獎勵 鐵路港灣交通建設 通信衛生整備 治水灌溉 里藩 教育普及 不管地方制度改革 或者軍事方面 都非常完備 台灣已經耳目一清了 相當短的時間會有這種成績 黃氏一世同仁的恩賊 台北市 那時候就有夜景 要有夜景的話 要有基礎建設 叫Infrastructure 文化政治制度 台北橋 台北橋 透過那時候 民族44年有一個大颱風 看著機會 把過去中國式的房子都拆掉 重新都市計劃 留下那個 城都拆掉 只要留東門 中南西北門 做這個三線路 快車道 旁邊慢車道 中間種樹 理想的都市計劃 台灣總督府 中督府 台北州廳 我們有分六個州 酒聽 每一酒 有禮書 知識 這是我們的政治制度 藤田 台灣軍事領埔 台灣總督府專賣局 中南研究院 那時候就有了 是本時代才成立的 不是中國人來的 台北醫院 台北醫院 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 郵政部 對民的台電出示會社 台灣電力公司 電力會社 總督府 總督府關頂 總督府關頂 對民族 對民族 現在往北 你看 館前路走到底 就是那個博物館 火車站一直套鬼 日 這是 這是 龍丁 徬陽路的附近 你看 公車 媽媽穿著和服 帶著小孩子來上課 日本的學生服 有沒有看到 是 鐵道旅館 台北AQ AQ 就是火車站的 掐站的意思 AQ 等一下 台北AQ 人力車 Paxi Bus 那種 這個是 明治橋 他就是 雅人 河 河 他就是 河 他就是 他前面 中山北路 他叫做 表餐道 走到底就是 神社 過去就要這樣 我們知道 我們台北就是 雅人 給他 這麼漂亮的橋 媽媽叫他 他叫他 公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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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各種看電影 跳舞 迫不慣 帝國對於一般人民的休閒 很重視 都會這樣 放鬆局電台 每天有台記 到日記的棒上 電台音樂 西方音樂 植物園 時間差不多 我們再跳一下好了 我跳一下那個 大廠店那邊就稍微跳過 只是讓你看這邊 大廠店 那時候是還保留以前 大清帝國統治的那些 大廠店 你待會秒一下就知道 你待會秒一下就知道 就起先起廟 來 稍微跳一點 廟啦 阿婆 阿婆 再走 現在沿著淡水河 我們會經過北投 到淡水 看看七星山 北投溫泉 北投再過去就是淡水 你看到高爾夫酒廠 噴水底你看 北投溫泉 現在還有很多古蹟在那邊 你看高爾夫酒廠 日本時代淡水高爾夫酒廠 都做出來了 來 我們跳一下到新竹 看每個城市 新竹做茶葉 這裡可以稍微看一下 在日本時代 有叫日冬紅茶 前面這是人工沒有錯 然後德基下去你看 機械化 對嗎 機械化 生產茶葉 在磨這些茶葉 分類 生產線 你看看 日本時代 就已經這樣子 生產線了 好 每個頭髮都包得乾乾淨淨的阿 生產輸送袋阿 packaging阿 然後銷售到國外去阿 好 日冬紅茶 好 台中 我們稍微看一下台中的風景 那時候是日本人來 這才成立的 新興的城市 但是他規劃的很漂亮 柳川 綠川 香蕉這都 因為街景非常漂亮 你看路燈 你看路燈 你看路燈就好了 一排這樣過去 漂漂亮亮 有綠川跟柳川的金流 好 幽靜而美麗 有台灣的京都之稱 帳話銀行 來 台中周廳 酒廳 來 稍微跳一下 台中公園 那時候就是生成這樣 分之敵 再來日月潭 日月潭很重要 為什麼要介紹他 他會供電 所有台灣南北的用電 高壓配電 24萬千瓦 就靠這個 所以日本規劃 日月潭 讓發電的中心 工業台灣的動力 經濟文化的發展 擴增 來 再跳一下 台南跳過 嘉義 木材集散地 再跳一下 唐葉可以稍微講一下 你不能幫台灣做唐葉 唐葉很重要 是基礎建設 唐葉可以做罐頭 所以我們水果也可以外銷 唐葉可以做煉乳 唐葉也可以發展成酒精 變成工業燃料 再跳一下 你看那時候就規劃 包括火車動線 從工廠直接到外銷 你看那時候就是機械化設備 那時候就是機械化的耕耘 1930年的台灣就是這樣 你看 點心煉乳罐頭其他工業 所以很重要的核心工業 它會衍生出很多東西 好我們直接在跳那個 酒精製作 你看有實驗室 從這個變成燃料 你看 有實驗室喔 研發變成燃料 好那我們現在在跳 烏山頭水庫 加南大俊 因為這個所以台灣人才有 一年三座 稻座 所以扣這 扣這水齁 照台灣 台南酒 那附近的 水源的工業 你看 十五萬魚甲的水源 台南酒 裡面 十五萬魚甲 齁來 再跳一下 很重要的 啊現在去高雄 你看我們的工 那時候 吉蘭工跟高雄工已經做好了 你看有多漂亮 來看一下那個高雄港 你看 你看 那時候已經很熱鬧了 國雄港已經很熱鬧了 台南南部最重要的港口 高雄州的首都 來這邊再跳一下 我們直接看那個 我們可以趕快給它結束了 來 沿著高雄港旁邊的工廠 這是祭典 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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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日本式的祭典 內地 內地 我們內地是日本 有嫁人 三週夜 三港有夠的 豪華的線路 這邊可以慢慢看 沒關係 我們再三分鐘 應該就可以結束 你看 你看 那時候請殺 小孩子打扮了 什麼 會打扮了 吳妮娜 就把 第一步 都不敢看 有海底的電纜 直接通了 一台無線電話 OK 再印瓶 歐斯卡 福古家 台北 台北 中之間 已經短縮在台灣 內地 和台灣 經常都接種 三年和経済 南進國家 那高砂組現在蓋下去了 大學也有專科當老師當警察都有 我們課上到這邊 歡迎你們繼續的堅持下去 我再看課上完 今天晚上到這裡 謝謝